好 華視新聞台入主52台之後 現在的收視就受到討論 當然我們之前有討論過 他們的當家主播陳雅玲 雅玲姐她告訴大家 她非常高興 在這個50級的新聞頻道裡面 新聞區塊終於有一台 是不會受到政治力干預的公共媒體 敢講 我還真不敢聽 那華視的收視率到底怎麼樣 因為現在是葉玉蘭在立法院質詢 收視率如果不好 是全民要買單 全民要負責 但我們來看一下5月5號 如果是4歲以上 我還是老話一句 如果你聽不懂 就假裝你聽得懂 全天的收視率 大家來排 華視只有3.84 第一名55台49.31 最後一名 伊甸市也有17.51 但是主委告訴大家 沒有 它只有1 4分的系統台 所以你要乘以四 乘以四還是最後一名 立委有這樣質詢 我來聽一下他們的說法 請來 當時叫做伊甸市的異解 或是曾經當過三立 伊甸的陳雅玲之後 他已經連續幾天 收視率都敬培莫作 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這樣的說法不見得公平 因為華視現在只有在中加系統 只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系統上架而已 你們調查是調查全國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母宿是不一樣 這樣的說法 我覺得這個說法是故意誤導的 好 兵根你怎麼看這事情 我真的覺得 其實我是建議你們不要 再繼續做這條新聞 因為討論就有人去看對不對 對 因為本來根本沒人要看 可是問題很矛盾啊 因為它是會用到公塔的錢啊 是 對 它雖然是用 其實這真的很矛盾 為什麼 因為如果它收視率不好 我們要虧錢 但它收視率 而且現在要繳稅 對 更痛的時候 它收視率好更慘 我們會花更多的錢 因為它就有更多理由 把更多的資金投訴在它裡頭 所以我們的心情就是說 聊聊它 讓它好一點 也許不用貼這麼多 不知道 我跟你講 它如果一好一點 我們可能要貼更多 因為它就有理由擴充啊 一擴充我們可能就更慘 可是擴充不是 答應NCC的條件嗎 兵你小朋友 它好不了的 我知道它好不了 但是他們會找各種理由 把他們的一些人 全部又塞進去 他們吃了老闆腸肥 我沒有慘 但是拜託 這是一個 本來在來講 這應該 我們納稅人的錢 應該做一個公共的原地 理論上來說 陳雅玲講得沒有錯 他應該是要這樣 沒有政治 沒有公權力 接入一個地方 可是實際上 有人會相信嗎 雅玲 你要不要自己說 你自己是誰 你來自何方 然後你從事什麼東西 你好意思講這種話 你臉上可能裝越來越厚了 所以看不太出來 我不知道 我有一招 我有一招那個五十二台 就是那個黃氏一定可以上來 批執政黨 就是嚴格的監督執政黨 批判執政黨的 我覺得有可能 我覺得如果他做這一招的話 就有可能 因為他可以罵不同派系的 是啊 比如說這一次 就是他展現了一個大好機會 比如說這一次他選 看你是要選黃成國這一派 還選何志偉這一派 猛攻那一派 如果跟英系是對立的 我就猛作 狂作 這樣就好了 又達成上面的任務 所以我提外話 聽說某一台就是這樣 就是這一套邏輯 其實你不要看 綠營的這幾台 他們還是有各自有各自的派系 還是會各自選邊站 所以我們過幾天 大概就可以看到 華視選哪一邊站 就這麼簡單 所以現在就可以觀察 另外一件事情 處轉會現在告訴大家 他們要去找當年的廖杯 譬如說有個叫黃帆的 他說他本來就被印象了 都已經過了五六十年的事情了 他就逼他 你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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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他承認 可是大家比較浪漫的是 因為所謂的廖杯啊 他又包括了謝長廷被指控 但是謝長廷說否認啦 說我怎麼可能 但是施明德說他就是啊 而且不只他一個人 這事情要怎麼看 我跟你講 謝長廷當年就已經被施明德指控 因為施明德說 當初我們成立美伊島的歷史團的時候 沒有一個你們從事長會運動 你一下把這麼多人找來 你一定裡頭有國民黨臥底的